好家庭联播网 中部地区 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本能驱使我们义无反顾 回到最初生长的乡土 这过程并不温柔 却能做更多温暖的故乡事 你也搭上了吗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Zither Harp 我是返乡人 台南观庙 凤梨王子 杨宇凡 春夏之际 微酸带些甜蜜 它的名字叫凤梨 我说那是一种爱情 说到台南观庙 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 是观庙面吗 又或是凤梨 是谁回到这里 迈着这样的浪漫 却有甜蜜的负担 75年次的杨宇凡 人称凤梨王子 因为一篇文章 亲爱的英九 听我说说话好吗 一炮而红 每个返乡物浓的青年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选择回到家乡 再将阿公过世后 就荒废的凤梨园重启 这位凤梨王子的凤梨 非常不简单 江湖传言 如果收到五包凤梨王子的凤梨干 一个转身 会只剩两包 还有传说 把凤梨王子的凤梨干 送给朋友 会害朋友闹家庭革命 关于凤梨王子杨宇凡 与凤梨稳定交往的故事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FM97.7古典音乐台 欢迎您收听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我是Karina 在今年的七月份起 每周日的下午两点钟 在这个时间呢 带领听众像搭火车一样 一站又一站地抵达每一个目的地 跟我们一起听见这些返乡青年 他们的人 跟他们这些呆的地方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站来到了台南的关庙 这里有一个凤梨王子 正在跟凤梨稳定交往中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访到的是 杨宇凡先生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为什么当初会叫做凤梨王子 我想应该是跟凤梨有很大的关系 那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初这个凤梨王子算是 媒体给我的一个称号 反正你不管种什么 你就会变什么王子 你种个什么西瓜 就变西瓜王子 种个红龙果就变红龙果王子之类 然后我们就 一开始我是不太接受啦 为什么 因为人家王子就是那个 那种高高白白的啊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 海黑黑的 不过后来我们就 从善如流啦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自己成长的过程背景 还有为什么当初是怎么样子 投入撞凤梨这件事情 我是台南关庙人 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 那不过小时候倒也没有太多 去凤梨田的记忆啦 因为其实在老人家观念里面啦 就是好好念书 然后念书呢 就是念嘛 然后可以的话滚得远远的啦 因为对他们来说 回来种田 年轻人回来种田 是一件更小的事情 表示你在外面混不下去 然后你才会被迫 糟糕没落啦 然后才会回来做农业 所以他们都会希望 年轻人就是你能念书就念书 到都市发展 不要回来 那我算是小时候还算是 还算是会念书的小孩啦 就是我一路上 小学在观庙念 那后来我爸 想要让我到都市受教育 所以就带我到台南市念书 那我一路上念的都是 算是明星小学 然后明星一个国中 我后来是念台南一中 那台南一中毕业之后呢 我是考到成功大学经济系 我都是非常漂亮的学历 对 看起来好像很顺利 然后我在成长过程里面 我也不觉得我有感受到 什么升学压力 就是我的家庭没有给我太大的 成绩上没有对我要求啦 那我就是很开心念书 反正考得好就好 考不好就也没有怎么样 那就算是很开心 顺利考到了成大 对 但是考到成大之后呢 我以为好像自己人生就要起飞了 没想到却是刚起飞 没有就就坠机了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 因为念到成大 我念的国小 国中高中跟成功大学 都在同一条路上 所以那边的生活 环境对来说是没有什么刺激的 很熟悉了 对 那再加上一些同学 就是都去 不管是台中台北啊 或是高雄念书嘛 剩我一个正手大台南 我就觉得很无聊啊 除此之外啦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不能接受的是 我念的东西 我一点兴趣就没有啦 我一点兴趣就没有 我觉得我念东西我不知道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选 我就考得好啊 这样讲 虽然很讨厌 可是为什么考得好 是选择一个世俗眼光之下 觉得好的东西 而不是选择你有兴趣的东西 因为当下 我觉得我都会开玩笑说 被老师骗啦 因为站在可能也许 传统教育的角度 你不知道干嘛 那你就是照那个分数去填志愿嘛 你考得好 就是这样子啊 台青教程这样子填嘛 对对对 那如果是社会主义可能就是财大 然后政大或是成大之类的 那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其实很意外 自己考得还不错啦 考运还不错 或是懂得一些考试的技巧啦 分数找出来 竟然可以上成大经济系 那我们当时很简单嘛 想说那当然就是不要浪费分数啊 那加上那时候个性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还没有很确定的 对然后填了之后才会发现 我真的是完全不喜欢念的东西啊 真的是没办法 我大一上差点就要被退学了 然后是大一下的时候 我稍微又比较盯金一点 嗯 就是好 就是有pass这样子 低空掠过 但是大二上 我真的是无法接受念的东西 真的是太 对我来说啦 太枯燥乏味了 好 所以我就后来就是又 因为他是白烂啦 然后最后就被退了 嗯 对那有人会问我说 那为什么我不转系啊 或是转学啊 干嘛之类的 可是因为不管要去转学还是转系 我也不知道我要 我要干嘛 你还是没有很确定说 你到底要转去哪里 对啊 我不知道转去哪边 然后你要我转系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啊 我那时候我也 反正是有点比较封闭啦 我也不太敢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 嗯 因为我那时候心里会预设一个立场 就是我如果去找我的 我爸妈 嗯 或者找老师聊这个话题 我都会觉得他们 在他们角度他们就会说 啊反正就先念完再说啊 这大概也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啊 对 对啊 那的确 我觉得以我的聪明才智 我都可以很轻松考到成达经济的 你要我把它念完 拿到那个学历嘛 我觉得对我而言 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我就会一直想说 我做这个东西 我是要干嘛 对啊 所以后来就是才 因为不想要浪费了时间 然后加上自己 那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 然后后来就是很顺利的 被成达退学 哦 好那退学之后呢 退学之后 我后来就是又重考啦 哦 重考 所以你还是有在 重新回到学校的 对那 那一方面我是会有点害怕 去面对这个社会 我不想要离开这个学校的保护伞 那一方面也很想要 也很想要离开台南 去别的地方闯闯看 所以我后来我是重考 我就重考跑去了台湾艺术大学 我倒也不是因为喜欢那个学校 或是喜欢练艺术干嘛 我只是单纯因为 哦 那是国立的 然后在台北 那我就可以离开台南 然后去台北 就是念书啊 鬼混啊 不要这么说 看一看世界 对对对 看看不同的世界 对对对对 那后来念的是什么样的课系 我后来念的是图文传播 图文传播 我们的系 完全是不一样的领域 完全是不同的领域 那可是我后来念图文传播 我后来我也是 我是念到大三上嘛 念到大三上 我就是也就又被退学了 是又突然发现自己不喜欢了 是吗 夹到坏朋友啦 就是说真的 念到台湾艺术大学 可以念到被退学 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觉得念进到台一大 有点让我迪早进入社会 因为可能有些 你就看到有些同学 他就东西就做得很烂 你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不用心 但是呢 他就可以很会瞎掰 他可以把他的烂作品 掰出一个大道理 然后老师还会 还是会给他一定的分数 老师就会开玩笑 跟同学说 以后你们出社会就知道 有些人啊 他就是没什么料 但就可以靠一张嘴 在社会上走跳 老师当他讲的时候 我们也搞不懂 他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啦 那其实在台一大 前两年 其实都过得蛮 算是蛮自在的啦 那只是后来 我因为搬出去 搬离开学校 我后来跑去跟一个 美术系毕业的学长住 那算就是跟 艺术家生活吧 那就可以看到艺术家 很认真的在替他们的生命 留下一点作品 那他们常会带我去看一些展览啊 然后我不知道 可能就被他们洗脑了吧 比方说我去看展览 他们就会跟我讲一些 我觉得好像高来高去的话 比方说我就会问他们说 这个到底在画什么啊 这个作品到底是在搞什么玩意儿啊 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说 有时候你不要问那么多 不懂也是一种懂 好有哲学生意的一句话 对我心里想说 什么叫做不懂也是一种懂 这是一种不可疑会之可延传 对我当下想说 你是不耐烦 就是不想要回答我 但是我后来想说 我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我后来就想到 我们以前高中 在算数学的时候 数学啊 有一种解叫做无解 那我就觉得好像很妙 就是在一个那么 理性逻辑思考的数学里面 有一种解叫无解 然后在一个比较抽象的艺术里面 有一种懂叫做不懂 就觉得很有趣啦 后来可能比较成熟了 你有一些社会历练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你就会去思考 说什么叫做不懂 这种懂 这有时候其实你把它放大到一些 社会历练上面 有时候你事情 你不太需要太去 怎么说啊 强出头啦 有时候或许你就是 有时候稍微装个傻一点点 然后让别人去做这些事情 那或许你这个团体里面 就会更和谐 好比方说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 讲到一些很 比较臭屁的艺术家 那他就会觉得 这样子的心态不是很好 因为他觉得 没有所谓的创作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只是老天爷的翻译 很艺术 对非常 就是很有哲学的那种感觉 对很有哲学啊 然后他也跟我说过 有时候我们这些观者的解读 就是完成这个作品的 最后一块拼图 没有观众 所以就没有办法完成 完整这个 应该是说 就是 艺术吗 同样的作品啊 可是每个看的人 解释的切入点都不太 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啊 那因为可能 也许对艺术家来说 作品完成之后 就不管他有事了 就其他世人 你要怎么去解读 这个作品 你要用什么角度去看 他就已经不管了 嗯 他只是想要引发一个 讨论啊 什么之类的 有点算是今朝有酒 今朝醉吧 就是我都不用去问他 最近 怎么样 我只要看他最近喝什么 我就可以知道 他最近好不好 嗯 就接近 不怎么样 可能就像看他家 去喝水 喝啤酒 啊最近如果还不错 有阶段都暗指 他可能就会喝红酒 嗯 那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就可以看到 他们很努力 想要再替自己人生 留下一些作品啊 那我那时候 就让我去反思 那我自己在学校 在那边鬼混 到底是要干嘛 所以后来算是 被他们 这样洗脑之后 我就觉得 算了 学校我也就 不要呆了 就离开了 所以这一次 就不是被学校退学 是自己决定离开了吗 就也差 反正都 但是我觉得两次被退学 心态上差蛮多的啦 因为第一次离开成大 有一点像是 我觉得我生命中 它是一个很低潮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世界观 很狭隘啊 那时候 就是台南那条路 对就台南那条路啊 然后一路上旁边的朋友 就是升学升上来的 对啊 我念台南一中 所以我身边的朋友 都是那些 念好学校的人 我会觉得人生路 好像就是应该是那样子 那自己突然就 失去一个成大的光环 有点算是从那个 算是怎么说 云端嘛 就从那个光环 然后就这样叠下来 内心是不太能接受 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是很害怕的啦 但是我又不敢 让人家知道 因为毕竟你是从小 一直到大都是在一个 水平之上 是啊是啊 对啊 所以一下子之间 好像从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从天堂掉下来 自己的心境需要调试 然后又要担心 可能外界的员工 对你会知道 社会对你的期待 那你也会知道 那家庭也会对你 有一些期待 可是后来你换了 一间学校之后呢 在离开之后 后来你又做了 哪些事情 后来哦 后来做的是可多了 我其实在念台一大同时 我自己就有台北工作了 我那时候在联邦快递工作 我在联邦快递也待了 应该有将近也快两年的时间 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一大之后 会心里会比较没有那么 有罪恶感 是因为 那个时候离开成大的时候 会觉得对家里有愧疚 就觉得好像辜负了父母亲的期待 对啊 就会觉得我爸妈 他们可能觉得 自己的下半辈子 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就没想到这个小孩 又突然被退学 人家过年是 我没有包红包给爸妈就算了 我还包个白包 白包就是那个 学校记得退学通知单 但是后来离开台一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等于是我没有跟家里拿钱了啦 然后那时候 也算是跟家里的沟通还算OK 我都是先上车再候补票 也没有先让他们知道啦 因为毕竟你要拿人手段嘛 而且我没有拿钱了 我就觉得可以告自己 去社会闯荡一番 那离开台一大之后 其实陆陆续续啦 我其实 我大概从18岁到25岁这 七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自己总是在探索自我啦 我做的工作还蛮多的 就是算一算应该也超过20种 种类或许也算是 我觉得是次要 而且我觉得我做的工作的 那个很多元啦 就比较包括 比较班的可能就是在 路边摊打工啊 可能是路边的面摊啊 或是我在路边卖过东山丫头 然后我也做过一些 比较奇怪的工作 比方说 什么 做过人体模特 然后也做过一个比较特别工作 叫做标准化病人 标准化病人呢 就是我们是 算是一个演员 那我们要去考那些 没有经验的那个医生 我们会收到一个 一些剧本 好 今天可能有三个剧本 假设一个是 可能也许好 中暑好了 好 那另一个可能是 被结合好了 那我们就会去抽 每个不同的病啊 你就有不同的那个特征嘛 菜鸟医生他就会进来 那他也不知道我是 演员 不知道我是演员 但他不知道我抽烙的是 什么样的病 所以他就要根据他的 学校 他课本上学校的东西 然后他就要去问 比方说我今天抽烙的是 烙赛好了 那他可能一开始就会问说 哎 你有没有头痛啊 或者说怎么样 那我必须要去等他 丢出一个关键字 我才可以再接下去说 哎 我有什么样的症状之类的 就等于是跟他模拟 对 模拟问诊的那种过程 这个也蛮好玩 然后像也带过电视台 然后也当过家教 然后也当过登山的向导 然后也做过一些学术研究的调查 所以我觉得我 真的很多元 对 然后也甚至也最远 也跑过中国当过台劳 我去那个中国青海工作三个礼拜 那也前阵子很流行 澳洲walking holiday 那我也去了一年这样子 很多人说去澳洲walking holiday 是为了存人生的第一桶金 是不是 是吗 当初你去的原因是 是什么 当初我去的原因 也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不想带台湾啦 有点想要逃避现实 那个时候算是有一个转捩点啊 你说人生第一桶金 我人生第一桶金 倒也不是在澳洲赚到的 而是在台湾躺着赚到的 因为我那时候 反正离开台帝大之后 就到处做一些工作啦 那我其中有一个工作是 上山做野外调查 就我们就是上山 然后捡一些动物的牌椅啊 然后可能一些骨头啊 然后观察一些动物的一些生态啦 我们可能会带 红外线摄影机 然后我们会去找 加一些点 那动物经过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拍照下来 那我们会定期上去 收那些data 那我在有一次上山工作的时候 我就意外失足啦 就是坠落山谷 我大概垂直 大概摔了20米吧 然后后来就是住院 住了三个礼拜 低筒金就是那个时候赚到的 因为住院那种保险理赔金嘛 所以一天躺着就可以赚五六千 我爸叫我多躺几天 尽量躺 原来是这样 对 可是后来 后来因为身体 散乱出世之后 嗯 那时候就很流行 就是过去澳洲 walking holiday啊 然后刚好有朋友先过去啦 嗯 他就跟我说 过去那边好像蛮好赚钱的 因为那个时候澳币一度比美金还来高 嗯 那刚好我去的时候 民国九十九年吧 那时候过去台湾人还没 也还没那么多 所以相对环境啊 工作什么都很很不错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的 来跟凤梨王子聊聊这个 在澳洲 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澳洲 在澳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M97.7 古典音乐台 欢迎您再度回到的是 每周日下午两点钟 Take me home 返乡视频会列车节目当中 我是Karina 今天我们的火车这一站 来到了台南的关庙 在节目当中 邀访到的是来自 艳阳热情如火一般的关庙 凤梨王子杨宇凡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他来谈谈这个自己的人生经验 人生故事 究竟是怎么样子 从原本一位这个算是人生胜利族 在社会所期待的眼光之下 一路都是在第一志愿当中的 所谓的好学生 摇身一变 经历过了非常多的转折之后 最后回到家乡的这个 凤梨田来种凤梨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 广告之前聊到了 他到了澳洲去打工度假之后 这一阶段来聊聊 那么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后你自己 就投入到农业这块吗 还是说有什么样其他的计划 算是从澳洲回来之后 就回来做农业啦 不过其实说也是蛮悬的啦 那个时候其实我从澳洲回来的时候 其实情绪是很复杂的 就是我一方面很期待回台湾 因为太久没有吃到鸡排跟蒸奶 那另一方面 我又很害怕回来 害怕是因为 回来就要面对该死的现实啊 那现实很残酷啊 就是我深深知道 我自己没有什么 我没有学历 我就是学历就只有台南中毕业 那我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那我回来我要干嘛 我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的情绪 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重点念头 其实为什么会说很悬 是因为 我就真的是在回台湾的前一天 那时候人在泰国 然后泰国就在那个火车上面 然后可能火车就走停停嘛 就是会让人家很浅眠 浅眠东西做梦 然后呢 我就梦到小时候 跟阿公去凤梨田的画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这个画面 因为那时候我公已经过时了 然后我从小我也很少去凤梨田 印象很很少啦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做这个梦 然后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非常非常着迷一本书 叫做沐阳少年奇幻之旅 那如果我看过那本书 你就会知道 他里面就在写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命 那你就是 你人生就是要去追寻你的天命 那老天爷都会不时给你一些暗示 给你一些hint 那你就要自己去解读啦 你要去follow your heart之类的 所以你就是透过了这个梦 对那我当下就远被雷打 到我想说会不会是 那个老天爷给我一个指示 要我回家种田试看看 所以才有了这个念头啦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 没那么理性的部分 那后来也经过比较理性的分析 就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没有什么专业能力啊 那也没有学历 那在外面工作 大概也不会有太好的offer啊 或许回来种田 是一条可以试看看的路啦 那加上自己的个性 我就喜欢大自然 然后比较不喜欢被人家管啊 然后刚好家里有一块田啊 就觉得好不然就回来试看看吧 就有点像是误打误撞啦 并没有像大家 一些在媒体上看到的 什么勇于选择啊 什么放弃什么高学历 放弃什么高薪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 某种程度上就是 有点走投无路 然后也算是自己的选择 然后回到阿公的土地上面 但不过中间其实也是有一个贵人啊 因为那个时候 要回来的时候 就其实手边没有钱啊 然后没有钱之外 就是也没有什么资源啊 不知道怎么开始啊 只是有一个念头 然后加上心还没有那么定啊 还想要再继续玩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个朋友 他对我蛮好的 他像我在澳洲的时候 他就问我回台湾要干嘛 要不要去他那边工作 那我回来之后 他又问了我一次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煎熬啦 到底我是要去他家工作 还是回家 还是回家 就是回家就是 重点就是一条 我不知道未来在哪边的路 那去他们家工作 就是一条好像 至少收入是比稳定的路 那像我的家里的人 也都叫我去 先去他们家工作就好了 至少家里的人就不会担心嘛 至少收入稳定 然后不会倒 至少收入稳定 然后毕竟学历也不高 那人家因为给我个机会 其实应该是好好 要去珍惜啦 但是可能经过 这几年的选择吧 虽然说我不是很确定 我想要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蛮清楚 知道这个东西 不是我想要的 那我也会知道 去他家工作之后 我跟他的关系 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就本来就是朋友 但是工作之后 就变成一个主顾关系 所以后来我其实 我做的决定是 不去他家工作 那我要再去澳洲一年 我本来是想要再去一次澳洲的 因为我在回来之后 没有钱啦 因为种凤梨 我总是需要一点钱嘛 一点资金 对啊 你猜猜看凤梨要种多久 我偷看你的书 18个月 对 18个月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从澳洲回来 那不管怎么算 怎么加点乘储 那个钱一定是不够的啊 那刚好我那时候 在澳洲的工作 薪水还蛮高的啦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在出去 假设出去一年 认真赚钱 然后可能带个80回来 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了 好 我那时候 很深刻 那时候应该差不多 6月吧 好 我就买好了 10月底要再回澳洲的机票 那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跟他说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甘心啦 但是我决定 我还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朋友就 原来买送 但他买送不是因为 我不去他家工作啦 他买送是觉得 我原来浪费时间啦 他今天就跟我说 他就用台语跟我讲啦 他说 今天就啦 你能够用时间去玩有钱 没不对 但是钱喔 不过安装用都买不到时间 你被走在探柴 就是反正就是时间很珍贵啦 你今天既然有想法了 你今天居然就要去做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反正没有钱 也会有没有钱的做法 所以那时候算是被他这样 讲一讲之后 算是被他踹了一脚 才决定 好了 算了 澳洲就不去了 就是依然觉得 那个时候就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咧 回来之后就慢慢开始 是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构想吗 还是说怎么样子的开始第一步 回来之后就是愚蠢的开始啊 我所谓愚蠢就是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农业的背景啦 那在当下就真的是傻乎乎的啦 有满腔热血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要去哪边找资源 要怎么去种 我们就只能到处乱枪打 到处乱问 那怎么没有想说问家人呢 问家人就要观落音啦 哦 哦 OK好 就是我阿公已经不在了啦 那我阿嬷还在 但是因为我阿嬷 他以前也就都是 算是帮我阿公的忙而已 哦 所以他不是真的知道说 到底他那个流程 对就是我阿公叫他干嘛 他就干嘛 那我爸 我爸他也只有小时候 帮忙过阿公 所以爸爸不是在做这个 对我爸也不是在做这个的 我爸就是后面家 一般的逃脱那年 哦原来我以为是爸爸 就是一直穿下来 所以只有阿公那一代 然后到我爸爸这一代就没有了 对对对 哦然后在你这一代又决定要再回来 去种凤梨这件事 对 然后其实很悬难 因为其实那块土地就是丢在那边长草 但是他不租 他也不知道那个土地丢在那边要干嘛 结果不想要莫名其妙 我竟然就是回来 就回来种凤梨 那刚刚说 为什么说是一连串愚蠢的开始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满腔热血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 就到处乱问 然后也不知道 政府端其实有提供很扎实的一些课程 不管是地方农改厂啊 或是中央的一些那个农民学院 都有一些课程可以去上 倒也不是说上完课 你就变成 哦突然变成凤梨达人 不可能啊 只是至少会有一个比较 粗浅的概念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 没有什么概念 就只是反正就是先种再说 所以一开始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一期啊 第一期 凤梨种下去 要18个月才收成嘛 我们第一次种下去 哦我们很快 然后一年就收成了 足足少了六个月 对啊 就是凤梨就是提早开花结果啊 然后那个每一颗凤梨 大概就跟蕾球那么大颗 比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很多耶 对啊小很多啊 然后就长了一堆 我们就觉得傻眼 到底是什么问题 嗯 那就是碰到问题 再去思考 再去想说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嘛 才会知道原来是 我们近来的苗 有点太老了 我没有再另外做处理 那近来凤梨的苗 如果比较老的话 它碰到天气 如果变化比较大 本人嘛 它觉得自己 成长进入压迫 它就想要繁衍下一代 所以就会提早开花结果 对啊那时候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啊 嗯 啊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 如果以农业来说的话 以凤梨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尝试 尝试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去上一点课 或是比较认真去做一点功课 大概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就龙龙啊 所以那时候你刚开始重视你自己一个人 还是你还有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 跟你一起 那个时候就只有跟我爸两个 所以你爸也愿意就是支持 陪伴你做这件事情 他愿意陪我做 但是不见得是支持 因为那时候刚好也算是退休状态 我今天竟然想要做 就是他也不可能就完全不撩我 因为毕竟那个土地算是他的 那他对于务农 他也倒也不是说完全的排斥 所以一开始就算是他就是陪我去经历过这个过程 但是他其实是有点算是在观察吧 就是观察到底我是不是讲真的 还是我就是 是不是要认真做 对 是不是要认真做 还是只是讲一讲而已 然后他也很清楚 我过去可能碰到事情 你看陈大不喜欢就不念 然后台一大也不念 然后做了二十几个工作都不做 然后其实我在外面并不是没有好的机会过 人家都已经把路铺好铺给我了 我就不想走 天生叛逆翻顾 对啊 就看起来是一条 或者一条康庄大道 我就硬要去走那个产业道路 没有博油 然后又烂泥巴那种路 不知道通去哪边的路 可是这样我觉得人生才蛮比较有味道啊 就是因为那是你自己闯出来的路 味道 就都汗臭味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父亲是 并不是很支持的嘛 抱持了一种疑惑存疑的心态 在陪你做这件事情 你们有遇过什么样的冲突之类的吗 我先讲这个疑惑好了 就是其实不要说他疑惑啦 其实连我自己在初期的时候都蛮困惑的 因为会觉得做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未来在哪边啦 那加上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农业的想象也很少 就觉得好像做农的都没有什么出路啊 很辛苦 然后又看天吃饭 对啊对啊 传统的思维都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是会有点怀疑啊 但是我倒是也没有想过说要放弃这件事情啦 跟我爸的确是很常吵架啦 因为基本的一些观念就会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啦 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必须要去 记录这个过程 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种植的方法是怎么样 那我们的周到环境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有哪些生物嘛之类的 那所以我会很需要很多田间纪录的照片 所以变成是我爸就要当我的摄影师 我总不可能拍他 没有人要看他 大家是要看我嘛 对啊 对啊 那对我爸来说 他觉得为什么要工作做一做 然后就 一直拍照 又跑去拍照之类的 然后这个拍照的过程 就也是会有一些状况 比方说我就觉得 我就是把一些取景啊 角度都设定好了 他就只要拿好 按下去就好了 但是当我们两个交换位置的时候 奇怪怎么拍起来 又跟我要的就不一样 换手之后 那个角度突然都变了 对啊 啊毕竟好歹我们受过一些 艺术大学的熏陶 我们对于一些美感 有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拍到我想到那个样子 光这个 他一开始就会无法理解 我到底我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你就是去 就是去做啦 去做给他看啦 对啊 你就一直去做 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比方说 你只能透过记录这个过程 然后你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或是部落格 去分享这些故事 那他自己会看嘛 这个东西 我原来那个赞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人按赞 越来越多人留言 那越来越多人关注 就表示未来订单 有可能就会增加嘛 嗯 对啊 之类的 那他会慢慢去看我 到底怎么 真的是有没有在认真的 做事情啊 不过就是 很多这些小细节啦 包括啊 很多事情都会吵架啊 比方说 可能也许在于那个 我们在出货的时候 好 可能我对于出货品质的 要求会很高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出去代表是我嘛 对 你这个品牌 对啊 但是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 可能有些凤梨啊 嗯 他可能也许 他的含水量会稍微多一些些 他到底不是说坏掉 嗯 他就是可能含水 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这种凤梨 比较有风险 就是我们都说 这叫胃爆蛋 嗯 因为他有可能 现场吃是觉得是OK 没问题的 但是有可能在 宅配的过程里面 因为比较闷热嘛 然后又摇晃 嗯 他水果就比较容易会发酵 嗯 那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这个凤梨 就不要出 可是 我 我觉得不要出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想好说 那不出 我们要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些凤梨 好 那我爸就会觉得 好 那就是他也不鸟我啦 就是 我做我阿姨 做鱼的啦 嗯 他就是会 一箱可能就会 塞个一颗或两颗 这样子就是 赌一把 就是 嗯 因为 现实就是 你寄出去 钱就收进来了 我就有钱了 但是我不寄出去 东西放那边 就没有钱了 嗯 对啊 可是有时候 这种就是赌博啊 因为假设我这箱凤梨 如果记比较近的啊 假设记高雄好了 他可能就OK 但如果是记到台北 比较 时间比较长嘛 嗯 他可能就 到那边客人说 他就爆僵了 嗯 之类的 有可能对 有可能是坏掉 就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啦 是 那我们常会因为这些 不管是大事或小事 常常在就是 吵架啊 嗯 之类的啊 然后可能工作上 这些节奏啊 什么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说其实很想要 你可以想象吗 我们在田里面 可能吵完架 然后就还要在一起 骑摩托车回家 然后隔天还要在一起 装没事 若无其事的 再继续工作 对然后隔天还要在一起 起床 然后一起去停机工作 嗯 我真的很想把他从 摩托车推一推啊 哈哈哈哈 然后他可能 他可能也很想 也很想把我推下去啊 哈哈 对啊 所以现在呢 现在还是一样的模式嘛 就是 嗯 还是说你从一刚开始 做 重凤梨 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的 经营模式 或者是你 营运的模式 或是你种植的模式 有什么样子的 转变之类的 呃 我们现在 面积有成长了啦 我们一开始 大概面积只有 三分地 三分地大概是 九百坪左右啦 嗯 那一开始都是 算是都是我们两个 自己下去弄 那现在面积 大概有一甲半 或是靠两甲 我们现在 尽量啦 就是在 农务的工作上面 我们尽量能 请人就请人来处理啦 哦 所以现在有请 员工来帮忙 也不太算员工 就是农工 哦 哦 就农工 那他也不是 反正有工作 就是叫他们来 嗯 那说真的啦 就是因为那些 毕竟农 因为他也是一个专业啦 对 你找那些 那些专业农工 其实对我们来说 他们工作 是比我们有效率多了 因为他们更清楚 可以怎么做 是更好的 对啊 对啊 但这个部分 在工人的部分 其实是 还蛮感谢我爸 因为目前 他handle比较多啦 嗯 因为毕竟我们 跟那些工人 年纪差一点多 就我一个30岁人 你要去叫那些 50岁60岁的 那些大哥大姐 说真的有时候 叫不太动啊 然后再加上 毕竟我们有练一点书 嗯 讲话 其实跟那些工人 应对有一些 没格在 嗯 对 有可能不能 不能太有礼貌 对 就那个文化 读书的人 可能不是那么好融入 嗯 然后我爸跟他们 应对会比较 比较顺利一点 顺畅一点点啦 所以那部分 就是我爸在 handle比较多啦 那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一个 减少冲突的方式啦 至少交给 那个比较专业一点的来 好像两个人之间 比较不会那么多摩擦 或是意见不合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都 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返乡 我都觉得最难的 其实并不是 务农这件事情 最难的是 要重新回到原生家庭 然后你要跟你的家人 变成算是一起生活 然后又要变工作伙伴 对我来说 那个才是最煎熬的事情 这种凤梨之后 开始之后 对你的生活 有什么样子 你觉得很 蛮大的改变 或是什么启发之类的 启发哦 我觉得可能就是 爱台湾吧 就更认识自己 这片土地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出国的经验有关系啦 虽然说自己出国 都会说自己爱台湾爱台湾 但是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 我是爱台湾哪边 然后是后来 回来种凤梨之后 那我会跟地方的小学生 有一些互动 那我才发现 蛮妙的 我们地方的小朋友 他对于凤梨 也是都不是很了解 就像我一样啊 我小时候在一个 种凤梨的家庭长大 我们官邵市 又以凤梨出名 对 但是我并不知道 凤梨要长多久 那我觉得也好啦 我如果当初知道 凤梨要长18个月 我可能就不种了啦 对 我真的是 时间很长 我是真的是知道 凤梨一开始真的是 决定要回来种之后 我才知道凤梨要长那么久 那我那时候回去 去小学跟小朋友聊天互动 才发现 诶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 我觉得身为一个 别的地方小孩 我不管啊 但是我就觉得 至少在 官庙长大的小孩 那这个 我们学校旁边 又刚好就是凤梨田 那小朋友的家里 即便不是直接种凤梨 那或多或少 都是跟凤梨的产业有相关 那我们在课本上 学那么多地理 那么多历史 可是我们却没有去了解到 我们脚底下柴的这个土地 就我们不了解我们身边的农作物 是怎么样的状态 我们不用了解怎么去种啊 但至少很基本的 你要知道凤梨要长多久吧 这是基本的尝试吧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事件 让我去觉得说 诶我们台湾的教育 好像有一点点出了一点状况啦 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讲说 要国际化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走出去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自己啊 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诶其实国际化的大前提 其实应该是要做到在地化啦 对 对吧 你越local 你才可以越global嘛 这是大家都在讲的嘛 不然我们都只是跟别人一样 那我们特色在哪边 那所以这个算是 呃 种凤梨的初期啊 的前跟后 我觉得是以心态上 最大的一个改变啦 就会想要去了解 自己脚下的土地 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去认识地方啦 从你刚开始 种凤梨到现在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自己有算过吗 差不多七年吧 七年的时间 嗯 那后来其实 慢慢的做出一些心得 对不对 就是你的凤梨热销啊 然后常常就是销售一空啊 之类的 听说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 对不对 最近出了一本人生回忆路 哈哈哈哈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好了 稍微简单的 简单的分享一下 哦 这本书叫做 你好我是翁来的 就是里面都在讲就是关于 怎么开始种凤梨之类的故事吗 这本书里面其实跟 种凤梨倒也没有提到太 一点点啦 嗯 这本书其实是比较 focus在我的算是 成长过程 我的人生发生的一些 不管是大事或小事 碰到的一些 对对我一些瓶颈 然后对我一些有影响 一些人事物 那 有人说这是一本 励志的人物传记 但我倒也不这么觉得 我不觉得这是一本多么 励志的书啦 这本书就是很真实 呈现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的当下 然后那时候的心境的一些变化 那我是怎么样长成我的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说 我很勇敢去选择回来种田 然后返乡回来种凤梨 但是我不觉得 这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 我觉得反正这个憨胆更大啦 我觉得对而言说勇敢的是 我觉得我很勇敢的 把那些社会上啊 要去框架我的东西 然后我把它剥掉 把它丢掉 就比方说像之前提到的 诶 成大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啊 那台一大也是个不错的学校啊 那在外商公司也很好啊 但是 那就并不是我想要的嘛 对吧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社会 一直要我去做这个 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勇敢 是把那东西就是丢掉 然后就是 选择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选择 结果是走到一条烂尼巴的产业道路 可是不会啊 就是现在 凤梨不是也常常销售一空吗 就是这个成绩很不错 很亮眼 我觉得考验才刚开始啦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运气很好啦 因为我觉得 刚好回来 我进到这个产业这个timing 我觉得是很好的 算是天时地人和 是因为刚好碰到 第一波青年返乡的这个热潮 就是媒体他们会关注这个议题 大家再来就是碰到 食安的问题 因为食安问题起来 那大家会去 关注到自己吃的东西 那时候刚好碰到 网络的行销 算是刚开始 所以会有一些 人家所谓的流量的红利 你的东西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啦 那其实这个东西 慢慢已经都在退潮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去 继续进行自己的凤梨 这个又是需要另外的功夫啊 那你在回商 已经七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 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这样讲好像有点矫情 但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其实就真的是客人会跟你说谢谢啊 就真心真诚的感谢 对啊 就是会 因为他们可能会很多人不敢吃凤梨啊 或者说小朋友不敢吃凤梨 那他们就知道这个凤梨哥哥 这个凤梨王子的凤梨 他们吃得很安心 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就这种感动每一年都会有 但是怎样都听不腻 就是你的努力是有被看见 是有被大家接受的 或许这个才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吧 然后再加上有赚钱啊 赚钱很重要 很重要 对对对 当然当然 一开始觉得赚钱不重要 就会觉得天哪 钱好重要 一刚开始是满上热血嘛 但是到后面还想要面对现实啊 对啊 一开始就去上课 我们去上那个成本分析的课 老师就问说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个生产成本是多少 我就说我的成本就是不计成本 哇 我都觉得自己好帅哦 那我现在觉得自己纯币了 就是还是要换一个角度嘛 因为毕竟还是得要就是长久的经营下去 就没办法说 就是赚钱很重要 再加上我如果要让人家觉得 回来做农业 他还是其实是有希望的 有前景的 那我就是要赚钱给人家看啊 对啊 至少要养家活口 然后给加了一个还OK的一个生活品质嘛 那如果今天是有人也要 也想要返乡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农业的话 农业嘛 或是其他 就是想要回家工作啦 不一定是农业 就是可能也是像你这样子 闯荡了一阵子 然后想回家工作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是现在的 我可能会比较务实一些些啦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就会觉得有梦最美 反正你就会来做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 要试着去做一些计划 做规划 然后设一些停损点啦 那你当初有自己 有设停损点吗 当然是没有啊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设之后 才会觉得说 现在比较理性的思考 我觉得应该要试着去做 这些规划跟计划啦 但是你不管怎么规划跟计划 一定是赶不上变化 但是还是要去做 因为这样子 你才会比较有方向 还比较有方向 然后你碰到变化的时候 你才可以知道 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啦 然后甚至 为什么我会觉得 设的停损很重要 是因为反正不行 就说起来啊 说起来我不觉得有什么 我也不会觉得是失败 还是怎么样啦 反正回来一定是年轻人嘛 就当初是一个经验 一个学习啊 社会资源其实很多啦 就不要像我一开始 这样笨笨的 就是满腔热血就回来 那真的会浪费很多 时间跟金钱啦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由我自己这个 过来人的这个角度啦 所以我觉得 还是需要做一点 思路的计划跟规划 而且我觉得你还是 还可以去训练自己 在这个计划的时候 那碰到不同的变化来 你那个心境怎么去调整 那你那时候一路这样子走来 你有遇过什么样子 你觉得很剧烈的变化 还是你差一点觉得 会不会做不下去的吗 我倒是没有这个想法过耶 对吧 我在初学的时候 其实是只有不断的 算是有点自我怀疑啊 但是并没有说 会让我觉得就是做不下去 对啊 或许也是因为 我是会想说 那可以怎么样再把事情 做得再更好 我觉得这个心态跟我之前 做过那么多乱七八八的工作 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因为你也刚刚有提 你可能觉得不适合 或是不喜欢 你就直接放弃 对 但是却做凤梨这件事情 你却可以坚持这么久耶 对啊所以我觉得 是因为你真心找到 你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本质上 我有找到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当然也总不可能 那么顺利就是这样 平步轻云 就中间也是一直在跌倒 但是就是当成一个养分嘛 对吧 就是跌倒反正就 就是先在地上赖一下 再起来再拍一拍 往前走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种凤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也是个很凤梨的人啊 怎么说 很凤梨的人 就是 虽然说外表看起来有点带刺 就是很不修蝙蝠 但是其实 我觉得我的内心 毕竟我是说上次做 可能内心其实是蛮细腻的 跟凤梨的果肉一样甜美 嗯 我就觉得自己很凤梨 但是我觉得凤梨是一个很 很代表台湾的水果 对很象征台湾的 它台湾其实已经不只是水果 它其实有它的独特文化在 因为比方说它有它 拜拜的文化 然后它还可以做成很多不同的 加工的产品 嗯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我讲一个水果 很代表台湾 我就觉得它就是凤梨 只有凤梨 其他水果是完全没办法取代的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成长背景吧 至少要知道 诶凤梨要长18个月这么久 对 有今天我们有学到这一个 凤梨要长18个月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 但是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哇 但是今天真的相当精彩 跟你分享到的是 来自台南官庙的 凤梨王子杨宇凡 现在正跟凤梨 稳定交往当中 那我们今天谈到了 它的成长背景 一路上面很多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短短的一个小时 节目当中 跟你简单的分享 下周日下午两点钟 我们的巡回列车 会到哪一站呢 敬敬期待 那么也祝福你一切顺心 我是Karina 每周日下午两点钟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我们下周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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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